商店内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嘴里不停念念有词 朝黑衣男步步逼近 接着又出手攻击 害得对方挂彩受伤 一盘观光客见状也赶紧上前关心 原来几分钟前 嫌犯涉嫌跟踪骚扰一名太极的观光旅客 而这名正义哥看不下去 决定伸出援手 没想到双方却爆发冲突 但年轻被害人怎么说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个男生他跑找不到 有一点点是我不想去 被害人至今回想起来 依旧余悸有存 事后还特地发文感谢警方帮忙 但没想到事隔不到24小时 又再次遭到跟踪 6号晚间同样在西门町 又有一名男子持手机偷拍 好在一旁的玩具店员 及时伸出援手才顺利化解危机 只是连续两天在西门町上演 随机跟踪事件 也让这名太极观光客 饱受不小惊吓